大家好,我是大兵 那期我來到天河石牌橋 在我對面的就是車廁購物中心 太古匯 在石牌橋的B出口七雷後 大概走兩三百米 就來到文和友 文和友之前的生意超級火爆 不過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疫情的影響 加上今天廣州下雨 所以現在看起來人氣顯得比較淡 我個人認為文和友最大的特色 就是比較復古的撞修 經過文和友一直走過來 就可以看到這間匯芳 匯芳這邊有很多餐飲 我今天想要探店 就是上面這間不是茶餐廳 這間店名是起得很有趣的 這間店就是打火鍋 就是做茶餐廳 但店名反而叫不是茶餐廳 不是打火鍋 在我正對面那裡 還有不是糖水泡 覺得這間餐廳的名字 真的起得很特別 七瓶主要以粵菜為主 可以說是一間比較地道的港式茶餐廳 七瓶除了有燒蠟之外 還有點心 這間店是透明式的 本開放廚房 我們都可以透過玻璃看到裡面 我就來了這邊的不是糖水泡 聽說之前的美食新中藝 大灣仔的夜就是在這邊開錄 我來到這裡的時候是下午3點20分左右 店舖裡面就是港式的裝修風格 就是那些比較典型的茶餐廳環境 位置都比較多 不過坐下也挺舒服的 服務員拿了一堆餐牌給我 弄得我都有點亂了 這份就是他們的甜品菜單 看來價錢大部分都是20多元 之前香港的明星有過來廣州這邊拍節目 出節目就好像叫做大灣仔的夜 我也不知道現在有沒有開播 有時間再看吧 這份又是另外一個餐牌 Buffin哥的避風塘炒蟹 大灣仔炒飯 男人的浪漫 豆腐火冷飯 價錢看起來個人覺得就是中等水平 老實說我是第一次來這間茶餐廳 因為聽朋友說出品很好 所以打算特意過來試一下 他們這裡還有很多點心出品 價錢大部分都是20多到40多之間 出品方面都是一些比較港式的點心 就是一間比較地道的茶餐廳 我個人覺得他們這裡的餐牌真的很好看 有意思的餐牌都比較少見 他們的出品真的很豐富 好像主要是關於一些港式的出品 他們什麼都做的 港式奶茶19元一杯 鴦鴦都是19元 菠蘿油就是17元 我們再看看他們那些粵菜出品的價位大概是多少錢 他們這裡除了燒味還有露水出品 價錢20多元的40多元的都有 他們這裡燒豬都有做 還有燒肉的 深井燒鵝一直要395元 半隻就200元 一例就要102元 個人覺得價錢是偏貴的 白切青軟雞就90元半隻 價錢確實是偏貴的 不過在這個地段收費貴一點也都合理的 出品還有很多的 還有其他的燒味 就餐牌看起來好像都挺正的 那我主要點了他們的三人出品 燒鵝奶凍奶茶和菠蘿油 奶茶的出品是可以的 可以喝得出不是那些粉蔥跳出來 好明顯喝得出茶的底味是很香濃的 喝起來口感也很順滑 茶味和奶味的比例調得很適合 不過他加了三塊冰 我就做了兩塊 個人不喜歡太多冰 不是的話會喝一口 之前在東莞吃過那些燒的燒鵝奶真是棒 在廣州好少有燒鵝奶做得好吃 不過他們這裡的燒鵝奶出品真的不錯 除了燒鵝奶還有菠蘿油 燒鵝奶的出品千萬不要給燒鵝浸在湯裡 不是的話皮就不會脆的了 他們這裡的出品做得不錯 而且燒鵝給的份量也很多 而且很難得是市區裡面的燒鵝吃起來的皮還是脆的 而且燒鵝肉都挺好吃 不會覺得齊 大家可以見到它的湯還可以保持著很清甜 喝起來就不會覺得油膩 老實說給我之前在街機那邊吃的又好吃很多 在廣州可以將燒鵝奶做到這個水準的真是好少 他們這裡的燒鵝奶出品在廣州都可以說是面前茅的了 而且粉吃起來都很滑很嫩 而且還配了一碟解禮的酸梅醬 最後我想重點說一下這份菠蘿油出品 可以說是目前在廣州吃到最好吃的菠蘿油 大家就是從視頻都可以看得出這份出品的味道是不錯的 菠蘿油是剪了四份的 裡面夾了一份比較大的黃油 是每一份都有黃油的 麵包寫生口感是很鬆軟的 而且外皮都很酥脆 而且分了四份 你一個人吃不完的可以跟其他人一起分 大家可以看得出它用的都是比較好的黃油 好過黃油你基本從它的色澤就可以看得出了 快黃油不僅大片而且更苦口 一口咬下去真的覺得好滿足 菠蘿油的皮真的好酥脆 而且麵包好鬆軟 可以說比我之前吃過的任何一間店的菠蘿油出品都要好吃 好不好吃大家其實太快黃油就知道了 買單一共85元 作為下午茶個人覺得價錢是稍微偏貴一點 不過綜合在這個地段還有他們的出品 我個人覺得是值的 有興趣的朋友不妨過來試一下